再度关注今天死刑大法官进行试线 而最终的结果呢 其实是核线 但是大法官可是有诞书 说台湾的死刑虽然符合宪法 但是呢在适用范围进行线缩 像是包括如果呢 这受刑人是有精神疾病 或者是说审理的过程程序 不正当不正义的话 那么都可以申请非常上诉 中间还有严厉的空间 而这一回呢申请试线 是以最老死囚王幸福为首 总共37名的死刑犯 申请试线求生 而现在呢 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两点 正当的法律程序 还有精神障碍的受刑人 不在适用范围里头 现在也传出呢 杀人犯三审定验时 一定要召开言辞辩论 并且也有律师为他进行辩护 接下来这37名 在牢狱当中的死刑犯 能否还有一线生机 就看他们下一步的法律动作 还有法务部的修法速度了 为什么高点法院 为什么不相信呢 最后我们是冤枉的吧 他的设犯录着男童绑架案 关最久的死囚 邱和顺 而他是最老的死囚 王幸福 他们大半辈子 几乎都在牢里度过 为了求活路 总共37名死刑犯 以王幸福为首申请试线 认为死刑 违反平等生存权跟比例原则 宪法法庭终于给了答案 其中以死刑为最重本刑部分 仅得适用于个案犯罪情节 属罪严重 且其刑事程序 符合宪法最严密之 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这情形 也就是死刑和限 但限缩适用范围 判决死刑的门槛更加严格了 以两部分来说 第一明确点出精神病者 心智缺陷者不能判死刑 第二需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三大重点包含 何怡婷三名法官都要同意 才可以判死 涉犯杀人罪案件 检警问笔录时 律师必须得在场陈述意见 再来就是杀人案件到了三审 一定要召开言辞辩论庭 现在这些也变成 三人欺民死囚的筹码 他们可以以当时案件 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为由 提出非常上诉 等于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大邻老百姓 他在欺负我们 他看不起我们 他认为他的见识比我们更高 那么我现在回答 没这回事 如今死刑事件有了结果 两年内伤犯部门也必须修法 在线索范围内如何定义 何谓适用死刑 重担再次回到法务部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死刑的存废在台湾相当于来说是一个敏感 争议性颇高的议题 有诸多的民调 并且历年显示 平均来说呢台湾社会有七成的民众是反对废除死刑的 不过观众朋友您知道麻旗 台湾也已经四年没有执行死刑了 所以刚刚在新闻当中呢有许多的受害者家属 面对不管是申请事件案或者是部分核线进行条件的线索 其实心中都还是愤愤不平的 不过另外一个死刑案的光谱就是废死团体了 他们认定呢这回是有条件核线 废死团体他们觉得相当的遗憾 他们也说这是不是大法官还有司法院 他们在回避民间的声音 行动让主动态表态这心情跟被害者一样 看到宪法法庭宣办死刑事件案是有条件核线 就判早不能加快 对于这判决结果国民党团正面看待 认为大法官终于听见民意 但这说法似乎跟党中央有别 国民党看到这判决相当遗憾 我们对于今天事件的结果表达最大的遗憾 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感受事实上有相当大的落差 甚至大开后门这样子的状况我没办法接受 那大家关注这37名死刑 确定被告身份是否会受影响呢 判决还是存在他那个身份是没有改变 继续来收容 强调都会尽速审理 同样执政党立委关心 因大法官内容有提到要强化诉讼制度 等于后续收法政策应该要有精进作为 有信心吗 我们会存在那个 宪法法庭的一个判决结果在两年内 看来虚有信心民众党团也正面看待 不太有意义的一个事件啦 基本上我们现在还是维持有死刑的存在 总统表示尊重宪法法庭 对死刑制度和限性的判决 死刑有条件和限 朝宇工坊再添新话题 但这结果不知受害者家属能否买单 TVB的新闻董事长明安年轩 SO组台北长报导 好 观众朋友刚刚为您更正了 是废死团体 他们进一步对于大法官认为死刑合乎宪法 但是限缩适用性 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呢 废弃过去已经签署的两公约 是在回避民间的声音 并且他们同时也会继续协助 发出这个死刑视线的37名死囚 会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讯息 不过这个死刑对于台湾社会来说 是一个相当撕裂的话题 现在已经确定了大法官认定 死刑是合乎宪法的 但是有限缩相关的条件 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受害者家属 就在质问了 台湾已经4年没有执行死刑 那么接下来法务部是否会压力深大 到底要不要根据合乎宪法的这样的结果 来执行死刑呢 那么观众朋友 我们也重视您对于死刑议题的意见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您觉得台湾4年没有执行死刑 接下来法务部该不该执行呢 留言表达您的看法 如果认为应该的话就加1 不应该加2 没意见的话 麻烦帮我们在留言区写上0 我们想要了解 大家对于这次视线案 以及后续死刑是否应该执行 欢迎大家参与互动 而与此同时呢其实在新北市三重 当初犯下杀人案的这一名黄林凯 在凶手判死刑定验之后 现在都还没有执行 而大法官已经做出解释了 有很多的家属 其实第一时间他们也出面发声 他们觉得虽然合乎宪法 但是呢死刑发出了视线的这样的请求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在伤口上撒盐 手机里这一串熟悉的号码 这是宝贝小女儿的电话 11年过去了 王爸爸还是舍不得删除 小女儿整个挖个老的 当年才19岁的小女儿 努力打工赚学费 就是不让独自撑起家旗的父亲太辛苦 没有想到和母亲同遭前男友黄林凯的毒手 这埋在家属心中的痛 好不容易慢慢淡去 却因为黄林凯也申请视线 这一度引起不满 希望社会 给我们一个工作 台人一定要 三年产命 台人一定要贵命 这应当的 早已判死刑定验 质疑黄林凯怎么还能有机会申请视线 理由还是认为死刑无实证 有威恨或是抚慰家属伤痛的意义 2023年高雄一起命案 一对夫妻被邻居持刀 闯屋杀害 对于视线结果 家属难掩失望 痛苦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他已经剥夺掉 所珍惜的人的生存条件了 那为什么他还能够有这么多选择 那他当初有给我这些 就是给我亲人这些选择吗 他也没有 简短的访问中 随着家属只想问 给了凶手机会 那他们挚爱的家人呢 连想选择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 今天的视线结果选择的是 强迫社会大众再一次的给予那些加害人机会 这样子开了一个先例 谁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啊 2022年台南杀警案 两名警员 图名城曹瑞杰在追捕机车弃案的过程中 遭到凶手林信吴持刀夺枪割喉 重伤殉职 虽然凶手开庭时道歉说后悔 但两条英勇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 不论视线的结果是核心还是危险 对死者家属来说 死法这尖色的内容 社会不容易理解 只想知道死法真正的公平正义 如何让家属得到安危 皮皮约新闻怎么的 好关于死刑核线 接下来法务部到底应不应该执行死刑的话题呢 我们刚刚邀请所有观众朋友呢 在收看我们直播同时在我们留言区 如果认同法务部应该执行的 就帮我们加一 认为不该执行的加二 没有意见的话写零 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留言区 普遍来说 大家都满一面倒的 出现绝大部分的都是加一 所以看得出来呢 死刑在台湾来说 还是相当的敏感性的话题 而接下来呢 法务部不止 也要针对这个修宪的结果 也就是死刑核线 但是限缩这个所有适用的范围 像是精神障碍者 他们呢是不能被判处死刑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在三审的时候 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 让三审的时候再开辩论庭 让律师替死球进行辩护 那么都可以发出非常上诉 阻止死刑的执行 而相关的法令 还有接下来已经现有的死球 是否要执行死刑 法务部恐怕要伤脑筋了 我们也谢谢我们线上的所有朋友呢 在我们的留言区 帮我们写下加一表达您的意见跟看法 但是我们还是要凝聚社会的共识 而这样的场考呢 就蛮考验法务部的 可是我们从头来替大家来会诊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死刑的视线结果 主要原因是因为37名死球呢 而其中一名死球呢 他其实已经高龄70多岁 但他频频喊员 说自己没有缩使枪手去杀警察 可是枪手已经扶法 无人可证明他的清白 所以以他的案子为首 由37名死球共同申请针对 死刑制度是否违宪 但是现在确认是核线线用途 但是很多这个废死团体他们都主张 觉得人的生命权是至高无上 不可侵犯的人权 那么国家要如何去判定这个人该死不该死呢 所以呢包含生命权跟人性尊严的主张 让其实近年来呢 国内对于死刑的议题 可以说是光谱的两端 支持废死的 反对废死的不断的在争论 而现在呢终于这个违宪审查结果出来 是核线但是线缩用途 那么外界也会觉得死刑会不会 也是政党光谱两端在操作的议题呢 因为呢今天国民党呢 就第一时间提出了质疑 他说虽然法官现在认为 死刑是合乎宪法的 但是却线缩的用途 这会不会是一种实质的核线呢 而同时呢过去大家也说 废死是不是民进党的主张 因为历来的总统人选 第一个把废除死刑 或是减少死刑的执行 是从2000年成水扁的时代开始的 当时呢外界就有评论说 废死的立场 是不是写进了民进党的党渣 因为呢这可以追溯到 过去我们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党外运动人士呢 其实在国民党的执政时期 或者是还没解研时 动员勘乱条例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异议人士 党外人士都被逮捕 那么当时民进党 他们呢是以党外的身份 发掘了这样的核心议题 就说要严防冤狱 严你废死刑的可行性 所以有条件的核线 会不会接下来也会宣告 其实台湾慢慢 还是朝废死的方向 继续前进呢 而这挺废死的六大理由呢 违反人群我们刚刚有提到 还有呢很多人主张 死刑并不能够阻 犯罪的发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违反了国际联合国的两公约 还有其他的行则可以替代死刑 很难遏止犯罪发生 同时呢没有人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命 而这样的理念呢 跟现在台湾社会觉得善友善报 因果循环的这样的概念 还有很多的受害者家属 他们认为这个加害者执行死刑 对于受害者遗族来说 也可以达到精神抚慰的效果 很多的研究都呈现两极的趋势 现在台湾社会目前还没有共事 这很有可能 就是为什么大法官 有感受到社会的声音 所以他们做出了 这个线缩死刑的适用范围 决定核线这样的理由了 而这回37位死囚发起了 释宪案 其中一位呢 也是社会瞩目的人物 这是被司法界称为金氏媳妇的林于如 当年呢 她嫁入了南投的臭豆腐批发的家庭 但是呢 因为迁赌 积欠下了巨额的赌债 让妈妈投保了500万元的生物保险 将妈妈杀害 事后实随之位 故技重施 还杀害了自己的婆婆 甚至呢 也对自己的丈夫下手 直到这个理财的保险员觉得奇怪 怎么身边的志钦都出事 而出事前都保了高额的保险金 案件才曝光 爱钱六合彩的金氏媳妇林于如 在2009年的时候犯下杀人案 在2013年的时候被判了死刑 如今呢 经过了11年 她成为台湾唯一一个女死囚 穿着红色背心 被罚警带着走了林于如 当时嫁给南投臭豆腐批发三代 因被堵在 压得喘不过气 先把母亲投保505万的兽险 以及意外险隔月狠心杀害母亲领钱 但钱不够还四分之一的赌债 找上她的婆婆 下要让婆婆住院再下手 想要领到1070万的理赔金 直随之位 同样手法变成自己的丈夫 直到理赔保险员觉得怪 报警整个案件才曝光 一年内杀害妈妈 婆婆和丈夫 被称为南投金氏媳妇 2024年9月20号 宪法法庭判决死刑核宪 等待执行死刑的37位子球 都可以申请非常上诉 精神障碍或是其他心智缺陷者 不得执行死刑 也就是说主张心智缺陷的林于如 如果修法后可能没了死刑 违法辨识能力已经有显著降低的被告 他承担罪者的能力有所欠缺 不应该对他科除死刑 进行刑事程序的整体公平 政治性跟可信耐度会有所减损 而林于如的律师团 在申请示线的理由中指出 他在行政院卫生署的草囤疗养院 鉴定论定语言智商为65 非语言智商为51 总智商只有57 是无法预期自己行为的后果 对于智能不足者不应科除死刑 消息传回婆家而理不能接受 刘家人认为没有天理 被林于如开车撞过放火烧店面的臭豆腐老店 还保留火烧的痕迹 也直呼外界只记得林于如杀害三名至亲 其实他是最早的受害者 老板也提到刘家对林于如很好 却反被杀害至亲 原本刘家爸爸想等到林于如执行死刑 等到去世了都没等到 如今死刑可以非常上诉 叫刘家人情何以堪 不过根据过去有多项历史性的民意调查 台湾针对废死有七成的民意是反对的 不过相关针对为什么反对 那么死刑在国人心中又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也有民调显示赞不赞成废除死刑呢 其实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平均军事七成还要来得高 这中间过程当中呢 不论是这个民调的前侧还是后侧结果呢 其实都有八成的人以上是不赞成废除死刑的 而赞成的部分呢 也是落在9.2%到17%左右 那么很多人认为因为台湾呢 早在多年之前就签署了联合国两公约 那么现在呢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 台湾要跟着这样的国际潮流走吗 那我们但您看到呢 其实普遍民众呢 大约落在是80%到88%的人认为 我国虽然仍然维持死刑 但是没有违反国际的潮流 那么也有人认为呢 这个大约是比较相对绝对的少数了 这10%以下的人认为 我国应该要跟进废除死刑才能符合国际潮流 所以民意的总向其实蛮明确的 我针对今天核线但是线缩死刑适用范围的结果 这个著名的Face团体推动Face联盟的这个执行长林欣宜就进一步表示了 他说英美来说因为没有死刑 需要来讨论的是监狱改革还有社会安全的议题 他觉得现在关键是要进行对话 还有人权教育以及如何补足社会安全网 让犯罪的事件不会再发生 那么他们还是主张死刑没有办法阻止罪恶的发生 也没有办法阻止犯罪 与此同时呢 由警察官出身的国民党立委吴宗谢 针对这个死刑核线的结果 也有发表相关的看法 他过去呢一贯就认为死刑是核线的 虽然不能够让逝者重生 但是废死可以让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那么有很多呢是受害者的遗族 他们也会认为只有死刑才能符合受难者 还有这些受害者的社会正义 而针对今天核线的结果呢 压力除了给到法务部要进行修法 并且回应这样的民意已经视线结果之外 其实行政院长卓榮泰也说 会尽快请最高检处理给社会交代 但是国民党团呢得知虽然死刑核线 但他们认为大法官提出了弹书 就是限制适用范围 这形同是实质核线 相当失望 TV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